准备好了吗 我专业了 我说了我专业了 你没说专业 摄影专业 摄影专业 我摄影专业 不行就拍我啊 我估计副家就一定会害怕的 不管是过弯还是下列还是重力 还是刹车的时候那种撞墙的感觉 就跟头撞墙一样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觉得续网膜要脱落了 你知道吗 真的很夸张 从260 在140米的距离里面刹到60 50左右 然后过弯 真的很夸张 对 一瞬间一秒钟 啪先200公里 对 太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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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了 我们第一次给他展示了 我可以告诉你 有一个小孩的感觉 在第一次看到祝福的花椒 当时我买这个车 我还记得我单纯就是因为被它的外观所吸引了 我觉得这车太酷太帅 这台车就是正儿八经的赛车了 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的 它是一台野兽 它跟GT4不太一样 GT4是一个对新手很友好的一台车 但GT3R我觉得应该是一台非常非常考验 车手驾驶水平的一台车了 以前觉得车手应该是一个 首先特别帅 然后就是说很潇洒 然后也是一帮特别不要命的家伙吧 就是特别玩命 然后胆子很大的一群人 后面自己开吧 就发现前面一半是没踩的 后面一段是差不多 就是胆子大确实是需要 如果你想要开得很快的话 要开得特别好的话 但前面那个就是很帅很潇洒的 我觉得其实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今天的话 气温特别高 八月份的上海非常的潮湿 刚刚我们测了一下 赛道温度有五十多度 如果赛道温度五十多度的话 我估计车里面如果没有空调 或冷却系统的话 可能要达到六十度以上 我吃了 О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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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